先关华哥 我手上这一个 现在在小黄车里面 新手练的 我们从这个棍子 开始练习 练习会了以后 再去玩别的材质的棍子 就很安全 如果你连这一个棍子 都没有练会 你就去耍那些比较硬的 打到自己就会很受伤 特别不安全 下面我们再来披荆斩棘 再给大家继续分享 魔操 披荆斩棘我们继续来分享 只要记住它关键的三个点 前面转过的话 转到转不动的时候 中间衔接的动作 直接从身体前方 拿到右侧 再到我们后面 转不动的时候 通过手指 再来啊再来啊 给了一个转身的教程 鸡围起来的 转身 转身的话 我们需要将披荆斩棘 练会了以后啊 披荆斩棘结束 左脚往后退一步 左脚往后退一步 棍子向左边 向左边哈 你看这样子 棍子它从我们回正以后 直接下面这一头 拿到左边朝上 然后重心放在我们的左脚下 左脚上然后左脚 左脚然后离开地面 绕过我们右脚绕过我们左脚前方哈 说错了 右脚绕过我们左脚前面 刚才有一个邻居在上面 一下子鸡都一直在宠 先中平庚 你看是这样子的 披荆斩棘完成以后 将棍子 回圆 然后左脚退一步 棍子 棍子它从我们回来的这一步 棍子先不动哈 当右脚侧过来以后 棍子 向左边 然后重心放在 左脚上 右脚到过 左脚上方 转过来 然后再回正 脚回正 不是呀 刚才有邻居往那上面走 这些鸡呀什么的 看到陌生人 他就会叫 一直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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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披荆斩棘 这个就是转身的动作哈 披荆斩棘 转身的动作 对就是那个步伐要配合 配合的不好的话 你的棍子要么就是手会停在那里 棍子没有转 要么就是棍子在转 转过来会打你自己 就是得 就是得去练 首先你要明白他的 他的方法 只要你方法 对了 你要 哎呀你怎么又站到我脚下 你看我背面给大家 我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你看我背面 就是转身哈 转身的时候哈 你的这个右脚 右脚先不要动 左脚咱们退一步 左脚退一步哈 棍子先别动 棍子拿到这边来 拿到这边来以后啊 你就这样子转 你从这里这边 你可以啊 可以这样子啊 你先慢慢的这样子去练习 现在要慢慢的去练习 一定是左脚侧过来 左脚蹭过来以后 你的棍子再往这边拿 左脚先往后 然后棍子 右手的棍子再向左边来 就这样这样练习哈 你练习的时候 你就这样 先把这个动作像我这样练 练会了以后 你再去 加上速度 然后加上手腕 将棍子转起来 来耍了血 你离我远不远 会转晕吗 刚开始有点 有点晕 就刚开始练的时候 有点晕 转上两圈 就不知道方向了 踢筋斩机 可以的 努力哥 踢筋斩机 它不难 感谢努力哥一直的支持 你可以练啊 有 有 有时间的话 就多练一下 它就这样 其实就是这样子 转过来 你要多练习 多练习 会了以后 你自然就会赚 你们要找到方法 就像我这样练 当你们把棍花练会了 转身就会很简单 你现在连棍花也不会 然后又加上转身 本来就已经很难了 你还要去加上 加上更难的 转身就会更难 找到方法 一定要像我这样子练 像我这样子练啊 我们先从金山棍练 金山棍练会了以后 练习披荆斩棘 披荆斩棘啊 然后练会了以后 我们可以去练一个 右手山棍 右手山棍练会了以后 我们就 打到 打到我们这只猫了 你再不走 一会儿还要被我打一棍子 打到这只猫了 就这样好 你看一步一步的来 踢筋斩棘会了以后 我们练右手山棍 一个基础动作 一个招牌动作 一个 有挑战性的动作 我们把这三个动作 练了以后啊 你再去练习转身嘛 转身练会啊 练会了以后 你还可以啊 在头顶上面 这样子转 加上转身 这个转身练会了 你还可以将棍子啊 绕过我们的身体 一圈回来 还可以加上我们 我们的腰哈 然后转身 加上棍子在腰中 然后转 上人上人上人 这个时候上不了人 这个时候上不了人 一般都开拨的时候 才能上上人 开拨的时候 能上人 后面人掉下来了 就很难上去 快点哈 你们还要不要 跟我一起练 右手三棍 大家想不想练 右手三棍 你看 就做一个动作 转身哈 我们在头顶上转 头顶上转的时候 转身可以右脚 迈过左脚前方 这样子转 先去熟练这一个动作 你看我的脚的变化哈 看我的脚的变化 左脚不动啊 右脚过来 左脚在地上旋转一圈 你刚开始就这样 你练习 你想要披荆斩棘 披荆斩棘 再左再画一圈 那个就是游龙穿梭 这一个叫游龙穿梭 游龙穿梭的基础上哈 我们就可以左脚往后退 然后这样子过来 在游龙穿梭的基础上 加上转身 是不是回来了 这一个叫做游龙穿梭 披荆斩棘 向左转了一圈 这一个动作叫游龙穿梭 用双龙穿梭